嗯 爽文路的爽文是谁 林爽文 台中市大理区的爽文路 南边的起点在下园路与国中路口 也就是大理高中旁 为狭窄的双向道 建筑物多为透天住家或工厂 转弯之后 路宽变为四线道 商店的数量也开始增加 路的尽头在环河路口 旁边就是汉西上方的中心大学康桥 傍晚的夕阳及夜色很美 吸引许多民众造访 并设有短短的划船道 偶尔可以看到蜻蜓喜好者在上面划船 另外 大理还有爽文国中 爽文公园 南投中寮有爽文村 并且也有爽文国中及爽文国小 南投及及大众爷庙 苗栗县卓兰镇有爽文坑 并有爽文碑记 事实上 全台共超过130个跟林爽文事件的地名 到底爽文路的爽文是谁 他是来自一位台湾历史上重大的明辩领袖 林爽文 林爽文 清朝福建省台湾府张化县大理艺人 原籍福建省张州府平河县 林爽文生于福建张州 乾隆38年随父亲渡海来台 之后于大理一带落脚定居 以开垦土地经营农业为生 由于林家经营有道 逐渐在当地成为一方豪强 使台湾治安不佳 常有泄斗冲突 林爽文家族一组织相拥 建立私人武装力量以自保家园 乾隆49年林爽文加入天地会 因家族在地方上的影响力 林不久成为了台湾天地会 北陆的领导人 在林爽文领导下的天地会 势力不断壮大 引起清廷注意 乾隆51年 台湾府支府孙景岁开始 大力取缔各地天地会成员 天地会与官府冲突不断升高 许多成员纷纷逃至大礼役 不断劝说林爽文发兵启示对抗清廷 乾隆51年11月16日 林爽文在大敦号召启示 率兵攻打张化县城 为己攻破县城 沙之府孙景岁及其他官员多人 进驻张化县城 清廷文训后 随即调度各路兵马 前往张化侦讨林爽文 并派兵驻守沿海口岸 封锁对外要到沿防串联流窜 林爽文启示不久 台湾各地天地会成员纷纷响应 不过一个月已经攻占台湾多数地方 仅少数地方清廷死守 林爽文被启示者推为盟主大元帅 见年号 顺天 林爽文启示经历一年余 其间与清军多次交战 清军皆无斩获 然随林爽文启示群众中 以张周易居多 启示过程中与全周易 客家人多有矛盾冲突 清廷展开多方拉拢 借台湾民间力量对抗林爽文势力 乾隆52年11月 清廷派闪干总督大学 市府康安及参赞大臣海澜茶 率大军渡海来台征讨 双方多次交战 林爽文不重不敌败走 清军一路追击残暴 两个月后 林爽文与老瞿其顶为清廷活捉 随后清廷将林爽文押解至北京 以林池之刑处死 家族受连坐处分 原籍祖坟被袍挖 启示最终以失败告终 林爽文事件为清代台湾三大名辩之一 历时一年于范围涵盖全台西部 牵连各族群卷入 林爽文的启示 反映当时清廷对台湾统治的消极弊病 意图显台湾民间基层帮会结设 及族裔势力发达 事件之后 清廷加强对台统治及安抚 包括客家 泉州裔 原住民接受朝廷表彰家奖 逐渐形成台湾特有的裔名信仰 事件期间 台湾多座城池因防御攻势不足 只轻易为民便攻占 事后包括台湾府城在内 多座城池皆进行翻修竹墙 其中侏罗县成因军民死守卫县 乾隆皇帝赐名嘉义 取家奖 一举之意 平定林爽文事件 亦被乾隆列为实权武功之一 并于今日台南赤坎楼前立避泻碑 计数事件始末 林爽文个人生平事迹记录有限 但其率众发起名辩 影响台湾历史深远 事迹人为不少台湾民众所传颂和纪念 可谓传奇 文字幕志愿者 杨树